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全球瞭望 我是郭重倫 我們今天來談紅色新聞冰這本攝影集 這本是由李正勝先生所拍 而且在裡面所撰文的 這是一本檢討過去大陸文革的時代的一本攝影集 我們今天非常歡迎李先生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李先生好 你好 我想先跟您請教 就是這一本書 其實這裡面最珍貴的是照片 這照片您在當黑龍江日報的攝影記者 後來攝影組長拍下近10萬張的底片 有些是發表的 但是還有很多其實你當時是把它封存起來的 我想先請教 就是說當時你為什麼會認為這些照片是不可能刊出的 這些所謂不可能見報沒用的照片 你是怎麼樣子判斷然後要把它收下來保存下來的 因為我在讀大學的時候 就是在長春電影學院攝影系 那個我的老師呢 那個我的老師呢 其中就有那個 這個手中的照片記錄歷史 這是最好的工具 又不像文字描述 別人會認為你誇張了 或者是繪畫做紀錄也給你畫的 這個不一定是真的 圖片呢按照現在的話講 就是有圖有真相 大家會相信照片是真的 那麼我個人呢 為什麼 因為我這個老師的教導呢 給我產生了很深刻的影響 所以我就那個在後來做記者的時候 我就盡可能多拍照片 正面的我要拍就是要見報 當天拍的 當天晚上第二天就見報紙了 那麼這樣的話 同時呢 我在這些場面場合當中啊 拍了見報的照片 也拍那些沒有不可能見報的照片 就是被批鬥那個場景 群眾高呼口號的時候 你可以拍下來 這是算正面的 他哪怕喊的是打倒誰誰誰 但是說明就是正被高呼 那個擁護文化大革命 或者是毛主席萬歲都可以 因為他們沒有錄音 就靠你寫說明 那些負面的東西呢 就是當時要聽話的記者 不拍 因為不讓你拍也不能夠見報 所以當時 所謂負面是什麼意思 就是比如有流血啦 或者是怎麼樣嘛 我這個畫車當中啊 就有很多這個 就屬於這個負面的啊 這個負面的呢 正面的很好判斷 負面的呢 就是你像這個這樣的 這樣的照片 這是正面的 那後面這些呢 就是有這個被批鬥啊 各種場景啊 那個呢 這樣戴高帽的 一律不止沒有見報的 當年所有的報紙都沒有 這就算負面 本來做的革命行動 這個行動是革命行動 但是那個 當時這個 中央文革小組 讓那個 全國各地的媒體啊 一律要報道 叫英格厭武的大好形式 那這個大好形式 這個批鬥啊 拆毀了教堂啊 這都是托斯佑的一種形式 但是不准見報 但是大家都知道在做這樣的事情 全國都知道 但報紙上沒有 你現在翻那個 當年的報紙 沒有這樣的 這些激烈的行動 是文字可以描述 照片不可以驗報 這個所謂負面的 我在國際上這些年 給那個外國媒體講的 正面負面 後來他們在犯花車的時候 知道正面 這是負面 他都也懂了 這些都是負面 是是是 這個說 那麼我這個記錄的這個文革啊 實際上我當時想的是 那個把它記錄下來 只有完整記錄 才能真實的記錄歷史 你那時候是想要 以純歷史的方式記錄下來呢 還是先拍了以後再說 是拍了再說 當時呢 有很多東西 那些不好判斷 現場不能判斷 是是 有的人說我得看清楚了 有用了 我再按快門 沒用的 我說如果是那樣做的話 我給學生講課 也說 你看那一個事件 先給你判斷 判斷有用沒有 將來會有什麼用 可能是這個事件過去了 當你想好了 想拍了試驗 瞬間就消失了 那個 當時我拍這些照片 一個是我相信 完整的記錄 這個歷史 這種文信資料 才有價值 有意義 那個 至於 它的價值觀 怎麼判斷 它到底有什麼用 到底有什麼意義 那是未來的事情 那麼所以我這個照片 在手頭壓了幾十年 後來才那個 麵香實驗公開了 那個時候 我看到以前您的報導 就是您把那幾萬張底片 在地板上挖了一個洞 把它埋起來 是 在文革要做這樣的事情 其實是有很高的風險 如果真的查出來的話 是不得了的事 至少一個罪名叫 嚴重地對抗文化大革命 那個 我家裡住的是一個 那個 俄羅斯人的 那種 那個 平房 就是像別墅似的那個平房 我住只住一間 那個地板很厚 我就要跟他鋸 鋸了一個 一個多禮拜 每天下班了以後 就開始 搬開桌子去鋸 鋸的時候 我太太跟旁邊 站那個窗子裡 透過紗窗 那個窗簾 往外看 有沒有人路過 我們那個院子裡 有一個公用的 那幾家 有公用的一個 廁所在外 在院子裡一角 他們去的時候都路過 我這個窗門口 走過 一走的話 就得 停工 停工 有人來了 就停工 因為那個鋸的聲音會被聽到 是 在那個年月裡 任何事情都草木夜兵 這個草木夜兵 就是說 一聽到什麼聲音 後來年月叫舉報 那個時候當然還沒有舉報 叫揭發 揭發 其實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就怕鄰居聽到 這樣搞了一個多禮拜才舉開一個 現在一個雜誌大小的洞口 把那個2萬多張負面底片 還加上我記憶 記憶的一些那個 西班牙畫家格亞的那個 裸體的那個馬牙那個名畫 那個那個郵票很漂亮 但是是裸體的 是 那個時候一見裸體 那就是 那就是 那就是瘋子修 後來把它都藏 還包括兩塊銀元 也藏在裡面 那麼 這樣的話 才把這個底片 把它保留下來 那底片您這麼多年以後把它拿出來 沒有變質 或者是畫面受到影響嗎 沒有 因為北方的氣候乾燥 是 乾燥 如果是在中國的南方 或者在台灣 那不行 沒雨季節 什麼都逃不過的 是 那個時候 我聽說您跟您的愛人 兩個人都下方勞改去了 那房子沒有人住 到時候不會怕人家 把這個房子 這個地方給發現 或者有人住了以後 他們發現這個東西 也害怕 那個時候 我們被雙雙都打入另撤 打入另撤 就是說不想用你了 開始 像我那個愛人 他的父親去世了 他就要像自殺了 他就 嚎啕大哭 他就這麼一個女兒 當然還有兩三個男孩 那個 哭的眼睛都紅腫了 但是第二天呢 用那個涼水啊 鋪臉 把那個洗一洗 讓那個紅腫的臉 削一點 報告我父親自殺了 我要和他劃清界限 因為他自 犯那個時候 在大陸的時候 犯是自殺的 都叫做自決於黨 自決於人民 好 你家裡有人自殺了 馬上就不可靠了 我 我愛人當年還屬於報社 那個培養女幹部的 那個後備隊啊 就是要培養做副總編輯 但是一夜之間就變成了 不可靠的人了 就打入令車 後來我們就 雙雙都下方 我擔心這個底片 萬一出事 是什麼時候呢 到了武器幹校 很多那個粗獷的 簡單的 拿著人的生命 和尊嚴不當回事的 那樣的勞動 常常就有死人的 那個比方說 我們在一起 那個一個聯隊 那個按照軍隊的方式 那個 那個 營 什麼聯 往下排 往下把兵組 我們是一個 一個聯隊的人 那個鋸那個木頭 那個電鋸 打一下輪子 這麼轉啊 飛的是一盒木頭 就是一盒 可能飛出一個小盒木頭 但是那個力量很大 打到鬧上 當時就死了 我們還說 給他搞個 那個 那個追悼會吧 那個 指導員就說了 他是右派 當年是右派 怎麼能給右派開追悼會呢 後來用 草蓮子 捲把捲把去埋了 我們也想 防止發生了 任何聲明的意外 在去武器幹校之前 我們把這些底片 藏底片這個事情 委託 一個好朋友 叫李明達 他這年齡還比我們大 請到家裡告訴我 我打開那個洞 讓他看這個東西 我說 這批底片 藏了一個禮拜 他問我是什麼樣的底片 我說都是負面的 就是 用當時的話講 就是給文化大革命抹黑的底片 負面就給文革抹黑嘛 後來他說 今天給文革抹黑的 你還留它幹嘛呀 是吧 我說 我說大哥 這個很有用 他說有什麼用 我說我說不清楚有什麼用 但是我感覺到 他一定會有用 後來他就 看著我 身情很凝重 就像溜背脫骨似的 跟他說這個事情 但最後說好 我記住了 我說萬一我們發生了生命意外 你就知道這個房子 這個角落 下面有一大包底片 您講這個事情 我是很感動 因為我們聽到太多 所以說 在文革期間 親人之間 都互相告 朋友之間更不用講了 那你還有 你愛人 你的朋友 還可以信任 大家沒有勸你把這個底片毀掉 大家覺得 這是很珍貴的東西 這個是讓我覺得 最特別的地方 因為我們思慮再三 選誰呢 把這個事情託付給誰呢 很費力一番心思 最後認為那個李明達 是一個老實厚道 可靠的人 也是 當然這種是一種判斷 也有冒險的 也有那個老實厚道的 也去鑽營 是啊 我已經認為你老實厚道 都一定是好人 後來他就這個事情 還是收口如瓶 37年 我再回過台 談您拍照 因為從文革開始 1968年 其實那個時候的氣氛 66年開始 是很暴力的 分成各種不同的革命造反派 你那時候是黑龍江日報的記者 當然是審委機關報很大的 但是你在那邊拍照 是不是也有危險 有啊 那個 在最初那個階段 這個 這個大家轟轟烈烈烈的搞這個文革運動 參與這個運動 但是又很害怕 秋後算賬 就是搞運 那個最典型的就是反右鬥爭啊 讓你大命大放 打錯 對 引導你 那個給黨提意見 其實是在引蛇出動 瓦里厚在算賬 打了一大批 那麼這個把群眾啊 都磨透了 歷次政治運動的都有 都會請那個秋後算賬 那麼所以拍照片的時候 那些人也很怕 有人拍照片 你看 就有這個恐懼感 他一般就上來盤問 你是哪裡的 我說我是黑龍江日報的 拿出記者證來 如果不拿還好 拿出來更糟糕了 為什麼 他就會說 你是黑省委派來的黑探子 來收集這個群眾的材料 秋後算賬 因為省委就是他們要打倒的對象 所以他認為黑龍江日報絕對是黑探子 是是 那個時候全國啊 除了人民日報各省的報紙啊 都認為是黑 因為省委都是黑的 全國各省都是黑的 除了黨中央是紅的 就是這樣排列下來 就是黑 都變成黑省委了 那你這個 給在省委機關報的工作的人 你的拍照片就是黑探子 你的想來探聽群眾的情況 收集群眾的 那個時候還叫黑材料 怕你求候算賬 後來我發現呢 那個有一些戴著紅綠標的拍照 就沒人管 我這個沒有綠標帶 每次都被人盤問 那個時候 那報紙呢取消了署名 取消署名 取消署名 已經取消了 取消了之後啊 這個 不管誰排的照片 一律本報記者社 過去是本報記者某某某某社 那麼 那些老記者 資深記者 一看 也不署名了 也不知道是誰排的 這個名利思想啊 也是一種驅動力啊 真把這個名利思想消滅 也沒那麼容易的 那個他們那個時候覺得 就不需要 不需要再去冒風險了 因為這些機會很混亂 所以有的相機被搶 相機被砸 這個膠眼 他那個時候好多 多數人還不懂 他膠眼拉出來曝光的事情 那後來為了這個 記者的器材的安全 使用那個盧來福來 那當時叫做1000多元 那都是工業買的嘛 後來為了保證 攝影機者採訪安全 買了一批 買了母 那麼十來價 這個上海 那個四行 仿制盧來的那個四行 背著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萬一遇到了 砸了相機了 那個當時是184塊錢 比那個1000多塊錢 那個成本 損害的會少嘛 這樣的話 就沒人發一台這個 上街拍這個混亂場面 是不要帶那個貴相機 拿著這個去 但是後來還真的沒有被砸 因為後來有了紅袖標 也是一個通行政 我想跟你請教 就是最近 對於文革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發現 中國大陸仍然不讓談 像您的書在大陸也沒有辦法 這本書都是通過香港那邊 用走私的方式 進大陸 進大陸 那為什麼 我的問題是 現在當權的人 很多人是深受文革之害的 按理來說 他們當權了 應該要把以前的事情做一個平反 可是現在又沒有完全平反 那是不是因為跟毛的評價是有關係的 因為毛是發起文革的人 那毛主席現在又是只有三七開 基本上還是肯定他的功勞 所以變成很難談這個事情 中國有一句話 好的傷疤忘了痛 是傷疤過去了 就是不要再去碰他了 也不感覺到痛了 你要接傷疤的話 他就覺得痛 那麼再一個就是 鄧小平當時還說了一句話 這個話說的 當時也有道理 但是現在看 也是這個文革不能得到反思 也和他說話有關係 他是籠統的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他主持了 十一月三眾全會 否定了文化大革命 但是又說了一句話 歷史問題就不要再爭論了 還告訴說 一粗不一細 如果談到歷史問題 粗心條的談一談可以 不要細微的主意給我了 所以這個事情 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我們等一下回來 我們就來一張一張看 我們選出來的 李先生在拍的這個文革的照片 讓他來跟我們講 這個照片後面的故事 我們等一下回來記記談